欢迎回来 上一次我做完这个懒人专用刷冰机的时装版之后 我还是感觉不是特别满意 所以我又改出来了一个懒人专用飞行器刷冰机的至尊版 它的使用方法跟上一次一样 还是玩家搬下这个锅板门之后 飞行器就开始往前走 在飞行器启动之前 这个发射器会喷出一个雪球 把在这个告示牌上面的稿子给打掉 然后飞行器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玩家因为是左右键同时按下的 他会把手里面的稿子给放上去 然后再往前走到这个位置 这个投掷器里面全部都是新的满耐久的稿子 会给玩家投一个 然后玩家就拿着这个新稿子 这样往前走着去挖冰块 现在挖冰块的位置比之前是低了两格 在这个位置挖的原因就是 每挖完之后 它会启动这边的飞行器 然后飞行器会把上面的这个冰再推下来 也就是说第一层的冰是水源去结冰 然后被飞行器推下来 第二层的冰就是堵着水不让往下流 并且是给冰提供一个结冰的支撑 然后第三层才是我们去挖的冰 挖完冰之后 再用飞行器把上面一层冰给推下来 为下一次挖冰做准备 这样就避免了上一版出现的那种冰结的不规律的情况下 形成的水流也不规律 导致第二次去挖冰的时候 没法把所有的冰都用水流给冲下来 现在是底下没有任何垫着的东西 挖完冰之后冰就直接掉到底下的收集系统里了 这一次为了保证收集率变得更高 我把这个位置本来是用黑钥匙挡着的地方 给换成了活塞 当飞行器走过来的时候会激活这个活塞 活塞壁伸出挡住飞行器 让它来转向 下面的收集系统我也赶成了两层水道 两层是交错放置的 这样的话可以保证百分百的收集率 整个农场是12列的冰道 当挖完6列的时候 基本上正好是5分钟 就在这个位置 把飞行器上的冰也给清理一下 为了做这个飞行器上的冰的清理 这部分我是费劳劲了 终于把这个电路给压缩到 这么细细窄窄的一丁点 并且能够实现 在它过来的时候 清冰活塞伸出来挡住飞行器 让它转向 整个农场的大小是6乘6的区块的 是刚好能够塞进随机客 加载的范围 所以说玩家只要在这个农场里面 整个农场所有能结冰的地方 就保持一直在结冰的状态 当挖完最后一列冰的时候 还是把它上面的冰块给清掉 这个每走6排 大约是5分钟 正好可以保证 这个掉落物不被刷掉的情况下 给清理掉 进入收集系统里 然后飞行器 返航准备去出发点的位置 这个地方电路压缩 主要就是为了避开飞行器 到了出发点 又一次激活岩石电路 雪球打掉这个稿子 玩家把旧稿子放在这 这个位置再喷出了一个新稿子 继续挖冰 整个农场就是这样 循环往复 可持续发展下去了 好了 这一次基本上就是这些内容 咱们下次再见 咱们下次再见